嗨,歡迎來到科技夜,我是Kyle 2022年賽季結束 荊州勇士隊獲得了冠軍 緊接著就是所有隊伍一連串的軍備賽開始了 隨著勇士隊奪冠後 可能有人會開始想 中鋒是否還值得拿大約呢 畢竟攤開勇士奪冠的陣容 確實沒有實質上的中鋒 但他們卻克服了內線的劣勢 我認為若是要符合現代 這個中鋒條件或是需要 防守不怕面對小個子 且自主進攻能力需要有威脅性的人 撇除幾個已經證明自己的中鋒 這裡我特別想提到 且我認為未來是蠻有機會跟上上述兩位的人 就是影片介紹的D'Andre Aytan 你可能會想 嗯? Aytan有自主進攻? 對的 他有 儘管很少 而且很粗糙 不夠威脅性 但確實是有 而且D'A在擋拆後 作為Rollman 成功率是極高的 本季Aytan命中率高達66% 而且不同於其他吃餅型的中鋒 Aytan除了灌籃還會利用籃下打板加勾射命中 尤其是勾射 我認為他的勾射動作 值得偏瘦型的常人可以學習 所以這次就要來分析Aytan的勾射動作吧 Aytan會有兩種勾射方式 第一種就是比較標準的方式勾射 通常是面對矮小的防守者或是靠近籃框時會使用 起跳時讓上半身往前上去移動 去壓制防守者的起跳干擾空間 另一種勾射看起來就像是在用彈手投籃 這種勾射通常在他面對到比較強硬的防守者 或是有人準備包夾時會選擇的方式 可以看到Aytan會先背身下手或是轉身晃開防守者的腳步移動後 再將投籃手向上舉起 接著護球手同時也架開了防守者的手臂及身體 此時防守者還會站穩腳步 且DA也沒有讓身體往前去延伸 這樣出手空間就出現了 出手時他會等到身體與投籃手呈直線時才將球拋出 這樣的出手機制與他的投籃方式頗為相似 所以也可以看到DA甚至可以在接近罰球線附近 依然輕鬆地將球勾射進去 這樣的技巧也讓他在擋拆後下沉能有不錯的成功效率 而不是接球後只能硬頂進去灌籃 這也是你很少看到DA有進攻犯規的畫面出現 因為他並不跟你硬碰硬 Aytan的進攻技術雖然還不到純熟 但靠著不錯的站位及投射 還有堪用的傳導能力 還是有辦法在場上做出貢獻 撇開今年第二輪的表現 今年後半段到第一輪展現出來的天賦 我認為還是值得看好他的未來 畢竟DA也只有23歲 雖然他的臉真的很老將 我自己還蠻喜歡Aytan這名球員的 也希望太陽隊能夠好好的將DA留下 畢竟太陽的幾個核心在一起合作 不夠就兩三年的時間而已 未來肯定還是大有可為的 那大家認為怎麼樣的隊伍配置 能夠與勇士隊一搏呢 歡迎一起留言討論吧